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N150的超小静音低功耗迷离主机 S-Magic阿迈奇V1 照例给大家奉上 全部36台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栏表 包含主要接口、功耗、性能释放等指标 供大家购买参考 我们以前总结 在测试过的这些低功耗小主机里 有四台是非常特别的 它们只有接近0.3升的体积 却提供了完整的低功耗小主机的体验 今天我们测试的这款低功耗小主机 也是一台超小低功耗小主机 而且还是使用了最新的低功耗CPUN150 N150作为N100的升级CPU 单核锐频提升了0.2GHz 24EU的核显 频率有750MHz 提升到1000MHz 在N150缓慢替换N100的过程中 既有N100的新机发布 又有N150的新机上市 大家是怎么看这一试况的呢? S-Magic阿迈奇V1 它装置了N150低功耗CPU 4核4线程 24EU的N100UHD核显 最大DDR4 3200MHz内存 M.2PCIe 3.0X1接口 双频显示输出 线卡加WiFi5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耳麦接口 后面板 有一张贴纸 咱把它撕掉先 千兆螃蟹网口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双USB 2.0接口 12V电源接口 底部两侧都有通风口 取下4颗脚垫 取下4颗螺丝 轻轻取下后部盖板 其实是把顶盖和主板底座分离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内部接口 单通道DDR4内存 最大3200MHz 只有一个M.2PCIe 3.0X1的插槽 WiFi天线连接在塑料顶盖上 无线网卡做成板载的了 BIOS里我们能看到 46G DDR4内存 2667MHz 这里可以看到性能释放 PL1设置的是15W PL2设置的是2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埃大溜四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缓慢下滑到13.6W 整机功耗21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7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8分钟 室温24度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92度 SSD温度最高54度 CPU-Z多线程1296.2 单线程375 比以前测试的 几款超小低功耗小主机 要好上那么一点点 GIGABENG5多核2593 单核1015 看来内存低频率 拖了后腿啊 GIGABENG6多核2952 单核1245 多核接近3000分 算可以吧 CPU-Z多核2823 单核970 多核出于N100 N150的中间位置 和几款超小N100的表现 差不多 CPU-Z多核177 单核62 多核和天背N1 Pro N100差不多 PASMAG多线程6015 单线程2195 跑上了6000分 算是不错的成绩 综合上面的比较 阿迈奇V1N150 是366瓦的性能释放 多核表现在整个N100 N150的低功耗CPU里 排在中间一点的位置 和几台超小的N100迷利主机 不相上下 表现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390665 CPU得分 176147 我们还给V1的N150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581999 XX20 303926 CoreMark 99942 很可惜 CoreMark里10万分 只差了一点点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DP1.4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8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的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的DP接口 可以输出 4K1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锁力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HDMI接口输出 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T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VideoDecode 100%了 稍微有些卡顿和丢针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还算能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PCI 3.0 NVMe X1接口 接近900兆B每秒 这就是X1的速度 WiFi测试 Realtek 8821 C1 WiFi 5无线网卡 只跑了接近2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较差的水平 SMagic阿迈奇V1 装置了低功耗N150CPU 13.6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5W 待机最高功耗才6.6W 按这个结果 30W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5度 SSD待机温度43度 CPU测试满载的噪声 只有41分贝 收回在耳边只有36分贝 非常非常安静 SMagic阿迈奇V1 装置N150低功耗CPU 13.6W的功耗释放 在如此修正的 只有0.3升的小身体上 性能发挥算可以 和其他超小迷离主机相比 差不多 散热稳定 静音表现绝对可以算优秀 怎么折腾它 都没有噪音 非常好 缺点吗 比较多 千兆网口和WiFi5 都不咋地 一个Type式接口都没有 TD一线通 就不要响了 不过 只要599元 就能买到这台 N150超小静音迷离主机 还要啥自行车啊 总结一下 SMagic阿迈奇V1N150 作为一台超小迷离主机 性能还算可以 散热稳定 静音优秀 接口兼容性 真一般 599元准系统价格 绝对超值 如果你的需求是 一台超小静音的 低功耗迷离主机 我们给出 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Hitting the mark